美日国防部长罕见讨论台海突发事态 宣称大陆若武力攻台 美军持援台湾 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 美日还有意在钓鱼岛进行军演 日本过去一段时间对外采取的模糊战略 是否将改变 如果台湾遭到大陆攻击 日本是否真会持援台湾 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 日本叫嚣派自卫队赴台支援美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首次举行的日美防长面对面会谈中 双方可能对台海可能发声的 不测事态表达关切 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 将一切合作 宣称大陆若武力攻台 美军持援台湾 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 据报道 美日还有意在钓鱼岛群岛进行军演 派自卫队赴台支援美军 日本方面所谓协助具体是什么意思 又该如何看待美日有意 在钓鱼岛群岛进行的军演的消息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展开解析 本台特约评论员孙晓辉女士 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张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对台湾问题是保持低调的 但这一次高调对外宣布 说如果大陆方面武力攻台 美军持援台湾 那么日本方面会派自卫队来协访美军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会谈中提及 大陆军机在台海骤增 日美双方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加剧 或将导致鼓励冲突 声称今后有必要探讨 日本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 提供何种协助 报道称把台湾突发事态 作为会谈议题的要求 由美方提出 日本政府内部暗中认定 台湾突发事态属于若放任不管 恐将发展为对日直接武力攻击的 重要影响事态 正在探讨能否发出 保护美军舰船和飞机的武器等防护命令 安信夫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 被台媒认为是著名金台派 曾多次访问台湾 另据美媒报道 由美国众议员议员日前提出议案 声称要求美国将台湾 视为一个北约加成员 在军售上享有和成员国同等待遇 报道提到 目前的北约加成员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 以色列及新西兰 日本方面派自卫对赴台支援美军 这样的一个提法 之前日本似乎并没有提出过 但是这一次 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日本有这样的说法 您组合观察 另外美国方面 就与台湾方面的确是距离遥远 那么如果说 日本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表态 是不是代表着幕后 跟美国方面 已经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达成了某种默契 总体来说会看到 日本一方面是以台制华 但是同时还是在对台的问题上 保持着较高的这种克制 在谨慎地处理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这种动向 那么此前蔡英文政府 曾经向日方发出邀请 说双方应该进行 所谓的安保对话 那么日方是拒绝的 那么说到高层往来 尽管有一些动作 但是也是非常清楚地 以所谓的这种民间的性质 以私人的身份来进行 并没有踩到这个底线和红线 所以说日本在此前 在针对对台政策上 可以说日本政府 还是较好的履行了 中日之间达成的共识 是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 但是近些年我们会看到 日本在东亚出现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美国不断地推出 亚太再平衡的战略 以及印太战略之后 日本对中国的看法 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 似乎在出现一些变化 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曾经进行过一次演习 这次演习是涉及到 两岸之间的冲突 尽管美军没有亲身参与到 这次模拟演习当中 但是日军还是把美军的角色 设置在了这次演习当中 但是是不是日本 愿意卷入台海的战事 从2019年当时日本防卫下 在美国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的表态 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并不愿意直接卷入冲突 当时被问及当台海出现战事的时候 日方该如何反应的时候 日本防卫项是明显的 顾左右而言 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说日美都希望台海地区和平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等等 所以在此前我们确实看到 日本的这种对台的政策的过程中 涉及到安全的层面 还是比较克制 但是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发生 这种立场上的变化 表态已经开始突破此前的这种限制 而且有一些过分的刺激 台海局势的这种动向 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的是 现在日美之间对于台海局势的 一个总体的判断 其实我们看此前 美国在推动印太战略的时候 认为台海目前是有一种 所谓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 就是大陆方面会以这种军事行动 来完成国家的统一 而美方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前景 所以这个时候 美方所想出的策略 并不是直接的表示要协防台湾 而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 让大陆方面感觉到 美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 来增加这种压力 使大陆方面所谓的不能轻举妄动 这是美国方面的一系列的设计 而这个时候如果把日本 拉到美国的一方 增加一个所谓的筹码 增加在军事上 对大陆的这种压力 那么在美国看来 是符合在台海地区 阻止相关事态的发展 阻止中国完成 祖国统一行动的 这种总体的目标 那么现在日本的这种表态 我认为也并不是说 日本已经在军事行动上准备好 就是要在台海 出现战事的时候 给美国以这种实际上的 军事上的支持 而是日本认为 加入美方的这种 所谓的喊话 或者是施压的过程中 也有利于日本某种程度 维持台海现状 我们都知道 日本和台湾都处在 美国围独大陆的第一岛链上 那么日本是美国的同盟伙伴 而台湾方面 曾经被称为是 吉普陈的航母 所以说 日本 台湾跟美国之间 如果说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这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说 那么台湾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岛链的概念 源自于上个世纪50年代 那么这样一个岛链的最初 一方面是封堵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也是美国 投放军事兵力 对整体亚洲的一个遏制 这个岛链其实美国设计的 还是所谓比较完备的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它这个岛链 从日本开始 然后到琉球 然后到我国台湾 然后再到菲律宾的这些岛屿 就是把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以及亚洲的很多地区 就囊括在里面了 在过去这个岛链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这些岛链 它是影响大陆向外发展的一个屏障 同时也是针对大陆的一个有效的威慑 你知道这个岛链 最近的地方只有100多公里 距离中国大陆 所以它原来这个岛链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但有一段时间 这个岛链的 它的这种威慑力量相对削弱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大陆军事力量的发展 你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随便一说东风导弹 那第一岛链是完全覆盖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间 这个第一岛链又把它这个 可以说重要性又提起来了 特别是美国 美国英特斯林部 2020财年又申请了几十亿的美元 希望加强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围堵 特别是加强台湾的一个作用 它其实是有着深刻的背后 美国战略考量的 就是台湾这个位置 它正好处在第一岛链的南北分界线上 就它正好是在中间 那么就是我们老说吧 你要摆成一个第一岛链的 一字长射阵的话 美军希望是 既首则尾硬 既尾则首硬 既中间则首尾相应 基本上它是这样一个态势 再加上 随着中国大陆的整体的实力的崛起 特别是我们海洋权益的 不断的在维护 中国现在我们过去 老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那么同时它也是个海洋大国 我们在这个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 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 这样一个进程当中 它必然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海洋权益 这时候美国突然就觉得 中国的这种海洋权益 可能会侵犯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它觉得这个第一岛链 虽然它的这种战术意义并不是很强了 但是战略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 加强相应的防御 能够遏制大陆 比如原来是为了防御 现在你看美国新的政策 在第一岛链要部署攻击型的 对地攻击型的导弹 包括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中程导弹等等 特朗普政府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岛链上 未来它是加强对大陆的 对地的精准打击 在第二岛链 才是它的防御型的导弹 它要射成几层网 而且你会看到 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 我们人民解放军 如果西出太平洋 有两条最主要的航道 一个就是位于琉球群岛的宫古海峡 一个就是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 所以他认为 如果我加强了对台湾的一个协防 把这两个海峡都控制住 特别是战时的时候 如果能够将海峡全面封锁 那么就会直接影响人民解放军 进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通路 可是我们知道 日本方面这样的一个高调的表态 其实是不符合日本的 一个宪法的规定的 日本它的自卫对顾名思义 它只能防卫顾手 也就是说它不能进攻 可是它对外宣称的是 如果说美军要协防台湾的话 它可以去支援美军 那么这个支援 我们就可以去理解 跟美军一起去进行战斗 一起进行攻击 所以说那是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于日本来说 它是否有出兵的权利 确实我觉得您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 近些年我们看到 日本在突破专手防卫的原则上 动作是不断的 不光是日本国内 对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 在进行修改 在试图应该说是 慢慢地实穿 或者是说慢慢地腐蚀 专手防卫的原则 使专手防卫原则 最终只是一个空壳 而内涵已经消失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与美方的 这种军事上的行动的合作 也是日本的突破 专手防卫原则 使日本的自卫队 真正能够所谓的出海 能够打引后地走出去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日美之间 就通过这种防卫指针的制定 来强调 日本是要给美国 所谓的这种支援的 而当时谈到 日本对美国支援的范围 除了日本本土 日本可以动用一些力量 来对美方进行援助之外 还包括日本周边的地区 就已经开始走出去 那么之后 日本的这种行动的范围 是在不断地扩大的 包括在911之后 因为美国有所谓的这种反恐的需要 那么日本也提出 可以在印度洋 在中东地区 日本的自卫队都可以走出去 以反恐为名 其实是行 日本突破专手防卫之时 要与美方在这种军事行动上 有更多的这种互动 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 不管是谈到台海的局势 还是谈到所谓的地区安全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特别热衷 一方面当然日本希望 自己未来成为一个 所谓的安全的大国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大国 还要在这种地区影响力上 在这种安全议题的 这种制定的方面 有自己的发言权 而另外我觉得日本 也是应该说 从实质的角度来看 希望未来自卫队 能够真正地行使 一个像军队这样的权利 而不仅仅像现在这样 日本政府认为 这个束手束脚 没有办法来在这种安全的层面 采取更多的行动 所以与美国之间 在这种所谓安全问题上 不管是立场形成河流 还是在行动上相互配合 都符合日本现在 突破专手防卫的 这种核心的目标 日本强化美日同盟的动作 是否与日本九月选举有关 台日此前在军事上 都有哪些明理暗理的合作 又该如何看待 美日有意在钓鱼岛 进行军演的消息 请继续关注台色两岸 那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说 日本此举是因应 日本即将到来的选举 那么这跟日本国内的内政 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我觉得日本的这样一个举动 应该说它的原因非常多 刚才苏老师说的 比如日本一直想突破和平宪法 你看它很多的军事举动 已经开始在不断地 在蚕食这个 日本的和平宪法里面 对于相应的军队的 军事的一个规定 你包括它的现在 这个直升机母舰等等 都开始在造一些 高性能的进行性武器 包括它的一系列的举动 这是它从本身 这个国家自己的一个需求 想这个扩张 想做到这个国际影响力的 一个举动 那么如果从日本国内来看 日本国内目前 本身它选举的也很胶着 在选举过程中 日本政府 包括过去的安倍政府 到现在的菅义伟的政府 你会发觉它都是 受到了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 特别是右翼势力的百万攻击 这攻击有一个矛盾焦点 就认为你日本政府太软弱了 那么太软弱体现在哪呢 你总得拿出证据来 比如对华关系的相当的软弱 所以这次你看 美国一旦提出要求 日本从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国内的政治的角度出发 和国际环境地缘政治角度出发 它就开始有一些 相对强硬的一个表现 这种表现 某种意义也是做给这些反对势力 或者说在野的这些政党 看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当然了 他也有担心 就是他认为 随着中国大陆的 这样一个影响力的加大 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 这样一种主导权和主动权 牢牢掌握住之后 会对日本构成相应的 一些所谓威胁 那么这些威胁 他要必须事先要研判呢 我们怎么来研判 那日美关系的 这样一个同盟关系 是他安全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 所以美国提出相应要求 日本也要随之复合 其实原因就在这 也就是它是国内政治 和国际环境的一个交织 最终让日本政府 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决定是非常反常的 就是日本既然提出 要协防 帮着美军协防台湾 在这过程中支持美军 这在以往 日本政府的表态中 是不多见的 这可能也意味着 日本政府在台海问题上 包括对华政策的 一些方向上 要有所调整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很多方面的原因 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互动 包括日本国内的一些内政 还有日本对华态度 可能会产生了一些改变 那么接下来就是 会值得观察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说 现在日本还处在一种 试探和试水的状态 包括近一时期 与美国 就台海地区的形势 就台湾问题 共同发出声音 改变了此前的一些 固有的立场 应该说是突破了一些 此前的这种底线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我觉得一方面是向美国示好 是希望能够拉紧 日美同盟关系 表示日本将是美国地区战略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柱 日本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我觉得也在试探的是 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 而我们看到此前 日本和台湾之间 尤其是在这种军事安全的层面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动作 比如说大家会关注到的是 在2005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方面主动向日方提出 台湾方面关注到 刚才张敏老师提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 宫古海峡 解放军舰机的活动的一些信息 会主动与日方来进行分享 当时应该说 立刻就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因为中方看来 这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所谓什么信息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实际上形成的是 日本和台湾两方 在这个宫古海峡的问题上 已经开始共同监测 而针对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军事上的行动 所以应该说 双方之间 已经曾经在这个历史上 做出过一系列的合作 那更不用说2015年之后 日本方面 也把这个解放军战机 包括这个军舰的 一些这种活动的情况 与日方来进行分享 双方之间 在这种情报合作的方面 已经有一些这种勾连 已经有一些这种 政策上的指向性 那么下一阶段 会不会在这个 比如说军售上有所突破 我觉得这是大陆方面 必须要注意的 一方面对于台方来说 尽管台方不断地喊 要武装自己 强大自己 但是单靠台独势力 靠台军的 所谓的一己之力 是不可能达成 应该说是台方 所需要的这种 战力的建设的 但是同时 对于日方来说 日方也有需求 我们看到 日本抛弃武器出口 三原则之后 其实是希望 以这种防卫装备的出口 以这种武器的出口 来拉动 日本自身的军工产业 所以这与台方所需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双方是各有所需 所以下一阶段 是不是在台湾 制造潜艇的 一些相关的动作上 在获取相关的技术 包括一些核心技术的 这种问题上 双方来进行合作 我觉得这是大陆方面 必须要观察的 我们知道 针对日本 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 就是钓鱼岛问题 那么如果说在钓鱼岛群岛附近 进行所谓的 每日之间的联合 就是演习的话 那么是不是会引起 各个方面的不满 所以说 那接下来 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还是会有很多的矛盾爆发 这是一定的 就是过去 我们说钓鱼岛问题上 不仅大陆 对于日本的一些行为 强烈反对 台湾方面也是强烈反对的 因为这是中华民族老祖宗 共同留下的基业 两岸中国人 这是老祖宗留下基业 我们必须要共同维护 其实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 其实在南海的诸岛问题上 两岸其实原来 都是有这些默契的 都是要维护我们 就整体一个中国下的 这样一个领土完整和主权的 所以过去呢 跟这个日本呢 在钓鱼岛问题上呢 台湾方面基本上针锋相对 还是比较激烈的 在这个问题上 态度还是鲜明的 但是我们看到 民进党执政之后 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会有明显变化呢 一方面 他认为要跟日本搞好关系 日本在未来民进党当局 在推行一系列政策 包括推行台独路线的时候 希望得到日本的一个大力支持 所以这样呢 就出现了一个愿打愿员的情况 一方面 日本对台湾采取一种怀游政策 他跟美国的压迫的台湾 台湾是不一样的 他更多的是他感情牌 你像美国这个 受肉精的猪肉进台湾 那美国是很强硬的 而现在日本要开放 核实品进台湾 他不是强压的 他是跟你聊感情 他是跟你沟通 不仅跟执政党沟通 跟在野的国民党 跟民众党都进行沟通 他是采取另一个方式 所以呢 凸显所谓台日的 这个代引号的侵善 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那从台湾来讲 又需要日本 那当然不愿意得罪日本 所以在刁鱼岛问题上 民进党执政当局 一直持一个低调隐忍的态度 你比如 刁鱼岛 这个大陆的渔民 台湾的渔民在那打鱼 受到了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驱离之后 那你看大陆什么反应 我们当然要派海警船 我们去维权啊 而台湾方面 民进党执政当局 蔡英文本人就说 你们最好离那远一点 离人家日本船远一点 你看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目的是什么呀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种爱就是希望 日本在关键时刻 能够帮助自己 所以台日关系现在啊 这样的一个 就刁鱼岛问题上 相对是一个暧昧状态的 那么这次美军 准备跟日本在钓鱼岛 进行军事演习 这其实是突破了 这个一个底线的 那么也会给低局局势 造成严重的一个影响 我们知道刁鱼岛过去 中日两国之间 虽然在刁鱼岛问题上 存在着交锋 但是双方相对 还是比较克制的 很多问题 还是希望通过这种 协商谈判啊 或者说暂时 搁置争议来解决的 那么现在 你在刁鱼岛 这么敏感的一个地区 公然支持日本 来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 干涉中国的内政 那显然嘛 这就是一个要挑事情的节奏 可是挑事情节奏 又不可能离开台湾 所以这三方搅合在一起 在这儿 我觉得只会对地区局势 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条新闻 就是中美在阿拉斯加的对话 那么这次对话之后 让大家看到了 中国方面的态度 是非常坚定的 就是一直都不允许 美国方面单方面的交价 所以说这一次 日本方面警报美国大腿 针对台湾问题 发表如此高调的表态 那么是不是可以允许 日本方面单方面交价 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来反制 首先应该说 我们对于现在日本的这种做法 要有一种深层次的判断 要判断日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立场上的转变 为什么会在中美进行高层战略对话之前 日方突然做出一系列的 不利于中日关系的举动 我觉得应该说 首先中方有一个判断 确实是在美国与中国 进行中美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之前 美国把日本作为自己的棋子之一 也就是说大家从时间上来看 中美之间的对话是发生在后 而美国的访长和国务卿 到日本进行二加二的会谈 是发生在前 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其实很明显是希望 为中美之间的对话 准备更多的筹码 所以这个时候 日本也非常清楚 美国方面的目标 所以进行了这种政策上的配合 使美国真正能够把筹码拿在手里 我觉得这是日本的 这种政策上的一个判断 那么另外中方要观察 日本为什么愿意 为美国所谓的做出牺牲 或者是为美国来尝试冒险 是因为近期 我们观察到日本国内 有一种让我们担心的动向 就是针对中国的发展 针对地区形势 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 日本似乎出现了一些误判 首先这个误判 是针对中国和平崛起的 尤其我们看此前 针对这个海底警法 日本是不断地发出错误的声音 不断地在叫嚣 日本自身非常的心虚 不愿意客观理性地 看待中方的行为 甚至把海警法 作为日本面临的 可能是近一时期的 主要的威胁之一 这种做法刺激 日本在对华政策上 会跑偏 会更加靠向美国一方 在安保的方面 与美国报警 那么另外也看到的是 美国的这种印太的战略 让日本有一种幻想 幻想的未来 手中有更多的这种牌 或者是说自己有更多的底气 与中国进行对抗 所以在政策上 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看到了日方的这种误判 针对误判的层面 与其说中方要进行 所谓的反制 我觉得现在来看 也要与日方进行沟通 包括此前外交部发言人 用了一系列的词汇 来敲打日本 其实是希望日本 能够从这种幻想中 从这种已经做出的 错误的判断中 能够清醒过来 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 那么说到反制 应该说中方手里 也有若干的这种准备 或者是说我们手里也有牌 对于日本来说 近些年大家关注到的是 首先日本还是非常珍惜 在这个钓鱼岛 所谓的国有化事件之后 在这个中日关系 遭受到挫折之后 日方一直努力改善中日关系 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所付出的这个巨大的代价 那么中日关系 重回正轨之后 日本也不愿意轻易地放弃 此前的努力 所达成的这种合作的成果 而日本也非常清楚 要想实现自己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 必然要抓住的机遇 而不是日本可以随意 放弃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所以抓住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反制措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么另外 我觉得涉及到 安全的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晰的 日本也会知道 不管是在台海地区 还是在说东海 南海等 更多的这样的更广泛的区域 如果日本玩火的话 那么中方必然会采取行动 来进行回应 进行反制 进行反击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这属于玩火自焚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安全层面上 也要让日本看清 如果做出一些动作的话 那么必然要招致灾难型的后果 我们纵观一下 近期的国际局势的信息 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方面的势力 都在盯台湾派 而且都在打台湾派的主意 如果说未来台海局势 发生了紧张的变化 那可能也是 整个国际局势 大背景的影响之下 可能会衍生的一些变化 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 各方是不是会真的 触碰到中国的底线 这个现在我们还不好研判 但是中国方面 一贯的态度都是不变的 但凡有人敢要彩虹线的话 那么中国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在等候着他们的挑衅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 大家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家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家恋爱